北韩劳动党副部长金宇正对韩国总统文在寅 在官模前射弹道导弹试射时的发言进行了谴责 金宇正15日以本人名义在朝中社发表谈话称 据报道 南朝鲜文在寅总统在官模导弹发射试射时说 南侧的导弹战力足以遏制北侧挑衅 这是非常不恰当的言辞 金宇正表示 总统跟着记者乱用挑衅一词 对此深感遗憾 若文在寅的不当措辞属实 那么对于一国总统来说可谓愚昧至极 金宇正谴责称 若文在寅加入诽谤重伤的行列 那么朝方将不可避免地采取应对行动 北南关系将无法挽回地走向完全破裂 金宇正表示 朝方并非如南朝鲜所猜测的 针对某一方选择某一时机进行挑衅 而是为了贯彻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 履行国防科学发展与武器体系开发五年计划 第一年重点课题 进行正常的防卫活动 这与南朝鲜的国防中期计划无异 金宇正还指出 自己做出类似的行动 就宣称是为了保护和平的正当活动 而朝鲜的行动就被批判为威胁和平 朝方对这种毫无逻辑 习惯性的愚昧态度深感遗憾 未来 北南关系的发展令人无法不担忧 金宇正还称 文在寅言行应深思熟虑 并称 坐着炫耀可以战胜朝鲜 并非总统应有之伪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